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价 效果的评价 一般这三个流程 好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流程 就关于促销活动的策划 那么在策划的过程中呢 又分为这三个具体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确定促销的目标 那么在确定你促销目标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 找准顾客对你要促销产品的决策的过程 也就是说 看这个图 大家知道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一般分为这六个 大家有学者分为五个 这几个流程 从开始的认识和了解 到后来的喜爱和偏爱 得到最终的信任和购买 这是他对任何一个产品 大提一个决策的流程 那么所以说 当你决定对某一些产品进行促销的时候 你就要看这些产品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处于哪个阶段 你比如说 你发现你要促销的产品 现在消费者只是认识和了解 此时你促销的行为目标是什么呢 就提供更多的信息给消费者 你比如说用一些介绍性的广告 用一些公共关系等等 那么当你发现你的产品处于喜爱 或者消费者偏爱这种层次的时候 此时你的促销的行为目标是什么呢 你就要争取改变他们的态度和感觉 你不能光喜爱我对吧 你得买啊 要改变他们的态度 比如说用一些竞争性的广告 人员推销等等 那么当你发现你的产品处于消费者的信任和购买的时候 也就是说 马上就要买了 我非常信任你的产品了 此时 你的促销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就是刺激他们的欲望 让他们直接购买 你比如说通过销售促进 泡沫广告等等 后面再说 你说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确定你产品的促销目标 好多企业会犯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 我做促销啊 我就是搞个折扣 让消费者知道我的产品就完了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分门别类的吧 你要促销的产品 根据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来进行一个分类 好 在确定好促销目标以后呢 第二步就是制定总体的促销预算 就是说你要花多少钱 你要促销这产品AB 你分别在他们上面偷多少钱呀 有究章方法呢 你比如说有亮丽而行访 这里就说 看你自己有多少实力 多大的实力 不要说一味的说 为了让打开知名度 让消费者知道我产品 往里猛砸钱 这样会把自己砸死的 比如说成功把自己砸死的一个知名的企业就是秦池酒业 秦池酒业在当年九几年的时候在中国也非常的火 但是他他认为只要我投入巨资 砸管外的中央电视台 取得标王 让全国人们都知道我 我就是老大了 结果两年把自己砸死了 很好一个企业 巨额的广告费 把自己砸死了 那么第二种销售百分比法 好多企业用这么方法 就是说根据我的销售额 然后比如说我取3%的销售额的用来做促销 以及目标任务法 比如说我给制定给自己制定一个促销的一个目标 再下一个竞争对等法 比如说我看一下我对手啊 我对手比如说他挂了个大的热气球促销 我也得挂一个呀 对不对 他用了LED灯什么各种显示 我也得用啊 你要看你的金融对手用什么促销方法 那么这是制定促销预算 第三步是制定促销实施的方案 你比如说包括你促销主题的设定 你是用什么主题啊 促销时间的确定 以及促销的具体的商品的构成 以及促销的宣传和最终的促销的方式 等等 那么这三步都属于我们促销流程管理中的第一步 也说促销活动的策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促销活动的实施 就开始真正实施促销活动了 那么这里要注意几方面 第一个人员方面 你必须要保证各方面工作的协调 这个很重要 很多企业在搞促销的时候 导致什么呢 就场面特别的混乱 一眼望去全是消费者 工作人员去哪不知道 那么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在商品方面呢 你要保证商品能充足 因为搞促销嘛 特别好多特价商品 通过做特价的促销 很可能被抢购给空 此时 如果商品没了 但你那个促销的标志牌还在那的话 会引起消费者的不足了 你搞这为什么商品没了 所以说你必须保证商品能充足 第二价格及时调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说这个产品要搞促销了 告诉大家 我4月21号开始 五折销售 那么发现你4月21号的产品价格还没调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比如说我促销时间 从21号到27号 这七天 那么促销完以后 商品价格应该改回去 你又没改回去 这都是经常见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商品的陈列 大家知道 做促销的时候 商品的陈列非常的重要 可能大家去一些大超市 比如沃尔玛加勒福 在一些风天过节的时候 你们会看 它的陈列非常有特色 摆各种造型等等的 这样会营造更好的促销的氛围 那么在广告宣传方面 也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 你要搞一个大型促销活动 必须要宣传的足够 比如通过电视 通过发一些传单等等的 这个必须要做好 以及最后 外场氛围的布置 这样我给大家说过的 我说你看 只要搞促销的时候 它一般 搞得自己 就说非常 比如说每个商品上面 会有一些大的 黄色背景大的标识盘 然后用红色的 什么红色的笔来上面写 比如特价多少多少的 因为这样是最醒目的 以及它整个卖场 大的范围的布置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全力骗红啊 你会发现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是关于促销活动 实施过程中 要从这几个方面做好相应的工作 那么再看促销活动的评价 也就是说到你实施完促销活动以后呢 你得评价呀 你看一看我这个促销成不成功呀 效果如何呀 有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目标评估法 那么这就分为三类了 一个是正常表现 比如说实际业绩 在目标95%到105%之间 比如说我定的 我促销期间 我要卖3000万的商品 我发现啊 卖了3100万 也可以呀 就正常 那么高的标准表现呢 我实际卖的业绩啊 是我目标的105%以上 比如我打算卖3000万 结果发现卖了3500万了 那么 还有一种就是时长表现 也就是说 实际业绩在目标的95%以下 比如说该卖3000万 你卖2000万 那么你来促销 花的费用都没赚回来 等等 这是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实际起来是比较简单 就是搞完凑销 接着统计一下 你的销售额就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是 前后比较法 那么什么叫前后比较法 我就看 比如说我凑销的 时间为一个月 我看我一个月前 这段时间呢 平均的一个销售额 和我凑销活动结束后 比如说后边 三个月的销售额 一个对比 我看这凑销 也没有改变产品 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呀 增加多少销售额呀 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比第一种要麻烦点 但是它的准确率要高一点 因为很有可能 好多产品的促销 消费者只是在你促销的时候购买 但促销完以后 他就不买了 所以这个稍微准确一点 那么 以及最后一种 消费者的调查法 比如说通过打电话访谈 通过发现问卷 等等 问消费者 通过这促销以后 问消费者 看看他的 对你产品的态度 对你企业的形象的态度 有没有改观呀 等等 那么这是这三种促销活动的评价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 关于促销活动整个的流程管理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共三步 第一个就是促销活动 一个整的 整个的一个策划 那么策划里面呢 我给大家讲了具体的三步 那么第二个流程 就是促销活动的实施 也告诉大家了 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内容 人员了 商品了 等等 那么第三部分 就是刚讲完 这一个促销活动的评价 这三种方法 比较准确的是 前后的这个比较法 好 那么关于促销活动的流程管理呢 就给大家说这些 谢谢大家